那么在杜莫大教堂右手册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高高的塔楼 就是杜莫的棕楼 这个棕楼呢也就叫做Campanier 又叫做Giotto the Tall Giotto呢就是这个棕楼的设计人 这个棕楼呢有270英尺高 他呢是从1300年开始建造 就是像这个Giotto是一个画家 但是呢他就像两个世纪以后 这个米开朗西洛一样 那么在建筑在绘画 在雕刻在各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天分 所以呢他虽然是画家 但是他呢也做建筑家 建造出了这个杜莫大教堂旁边这个棕楼 那么这个棕楼呢建造完了以后呢 大家都说 就Giotto这个人属于在佛罗伦萨街道上走路的最丑的人 但是呢他建造了整个欧洲最漂亮的棕楼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棕楼确实是跟其他大教堂 棕楼不一样 别具风格确实也很漂亮 然后呢他的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很多这个雕塑 雕像 这些雕像呢也是由著名的这个雕刻家 杜莫大教堂来调科的 那么现在呢这些都成为copy了 真的呢都放在大教堂里面的博物馆里面 你看那个杜莫大教堂在佛罗伦萨也是很有名的 他有很他的 他雕刻有很多他 他雕刻了很多雕像 所以呢这个在杜莫这一块呢 应该说处处啊都是啊这个十分有名的啊 人啊做的工程或他们的作品啊 现在就是这个啊 棕楼 棕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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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